今天A股有惊无险 精准的在零周收盘 A股放量成交8883亿 这个数据啊也是非常之漂亮 究竟是谁可以让A股市场在这个位置达到如此的空盘 以及A股市场到底要怎么走 明天A股还会迎来暴跌吗 但这些问题啊咱们开启今天的分析 如果你觉得有用啊记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报道果评 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三收平复盘的走势精讲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A股走之前 咱们看一下整体A股的走向 对于今天这个收盘结果大家满不满意啊 因为在我中午也说了 有一条数据啊确实不及于期 导致在早盘是出现一个小跳水的 但是在那个时刻我依然给大家告知 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昨天以及前天那个新低 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因为你要看得出来 昨天是谁在动 而且今天A股能够在零周形成收盘 这是什么动作呀 非常明显了吧 即便说A股市场确确实实这个位置啊 每天都在绞尽脑汁 但是起码咱们看到了希望 有一股神秘力量开始借助了 在分析之前啊 依然说句几张话 祝点赞本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天转转转一路转转转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平均讲 下午五点收平均讲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准备来看 咱们继续说借价啊 这个位置我再次提醒 昨天全部的K线图都是红柱 而今天呢 你自己看啊 虽然说早盘有些消息面不好 但是后面又基本全部都是红柱 自己看啊 代表什么呀 代表现在还有节前的大堆资金 在不断的介入 而且有人说了 现在成交量很惨淡呢 才8800多亿 那么这种数据预示什么呢 再次提醒啊 你要知道冰点地量见地价并非浪泽虚明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如果说这个位置仅仅是8000多亿或者7000多亿 代表什么呀 代表是跌无可跌的市场 而且这个区域也就是所谓的3200点下方到31500点去啊 我前面说过很多的话 你们记住了我前面说的那些话就可以了 是千轻轻难逢的一个强大的中长线底部平台店 只要说这个位置可以再次凶起的话 绝非是白点上移 是一个大行情 是一个很强大的反转盘 不信 咱们走着瞧啊 而且注意啊 这个位置 即便说技术面也能看出啊 市场今天又一次非常明确的做出了什么啊 单针注底 自己看 而且这种模式 是不是长盛应影已经基本上贯穿昨天的整个阳线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里的多头就根本不想要往下走 而且更重要的是市场没有量都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代表什么呀 代表控盘的一致性 懂不懂 而且再次想 现在KDJ从死叉已经潜在金叉了 预计在下周初KDJ就正式金叉 一个日线级别的技术指标 就已经以多头形式展现给大家了 而今天呢 是第一次闯关五日均线 谢谢啊 那么这个位置呢 注意在我昨天也说过 在这个区域还会存在一些波动盘 但是切记啊 你要知道年线附近的任何争夺 只要说它没有形成想要大跌破的话 代表这个位置还得收回年线 而咱们已经三次收回年线了 前面已经有过两次了 那么中国实施不过三的原理 只要第三次能够再回到年线 一定会开启一个很强大的拉升盘幅度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呀 是这个位置整体来说 月线图周线图以及际线图 都有一个强大的均线支撑 我多次告知啊 均线法则里面有三个比较大的均线支撑 一个是年线附近 如果从上往下走 到了这个位置区域会形成抵抗和支撑 自己看看日线级别是不是就是在年线附近呢 然后咱们看一下周线图啊 切记啊 这些你都得记住了 只要我第二天不说 你们就忘 周线图也在年线附近 创造了一个金针探底的K线图 注意啊 下方的这两根是年线 是不是也在它附近呢 然后咱们看一下月线图不正好就是在六十日生命线吗 中国股市的三根重要均线 一个是年线 一个六十日均线 一个一百二十日均线啊 注意啊 日线和周线在年线附近 然后月线图呢 正好在哪里啊 在六十月均线附近形成支撑 自己看 然后咱们再看季线图呢 你就能看出啊 在哪里形成支撑了 是在二十月季线图形成支撑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所有的均线法则基本可以贯穿这个位置啊 形成了一个共振盘 无论是日线周线月线季线都已经基本达到了咱们均线法则里面最重要的三根均线 基本都在这里形成一个支撑 所以你们自己想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 外加我再次提醒大家啊 有些消息面不是咱们左右的 当它出现之后 它这个回踩的过程切记啊 当完成了 如果说主力直接敢介入 其意义是什么 这是不是存在任务性 你们自己权衡 懂得 咱们再看一下年限啊 年限我就不用说了吧 再次提醒啊 年限已经用了十五年十六年时间 创造了一根非常强大的趋势上移过程 自己注意啊 无论怎么样 它都没有形成跌破 那么今年 它这个年限的位置在哪呀 其实就在三千二百点之下的附近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啊 也是为什么我整整用了几个月告诉大家 它敢于跌破 就是强大机会的原因 那么年限啊 用十五六年时间 它能够创造这个 从这里是一个低点再雄起的过程 你认为这次还会吗 按照历史的法则 十五年都是这样 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呢 有些事咱们就要明白啊 当这根趋势线 它创造了07年的大牛市 以及15年的大牛市 甚至诸多的结构性 拉伸行情 就能看出啊 市场这个位置 不明则已 肯定会让你目瞪口呆的 而且我再次想啊 这几天 我不断的阐述了一个原理 是什么呀 是节假日之前 如果是一个下跌盘 那么节假日之后 大概率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整体反转方向 而这个过程需要的是时间 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 因为我实话实说啊 今年比较艰难的一个职业 就是股评员 无论你怎么说 都可能得到别人某些方面的吐槽 但是我们要做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这个市场在这个位置 中场线是没有问题的 懂不懂 其实实话实说啊 霸道股评 现在没有压力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已经看透了A股市场 这里肯定要雄起了 但是我有的压力是什么呀 是你们对我的一些思考 依然放在超短线格局之中 还有一句话 但凡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有可能在三个月时间 在3200点上下附近 只告诉你是机会吗 如果说我仅仅是为了望风使舵的话 这个位置肯定早就反水了 可是我不断的在这里告知你们是机会 其原因你们自己好好想 有些话懂的人一听就懂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 人生就是这样啊 一人难称百人心 需要做的就是自己有能力范围的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如果说你们愿意听那些望风使舵的 或者哗众取宠的 请离开我听他们就可以了 懂得 还有那句话 我非常体谅大家在这个度过时间窗啊 确确实实比较难熬 但是既然说咱们是A股市场的股民 就要去慢慢的适应它 而且呢 我也多次说过 目前这个位置需要做的什么呀 是起码你分仓制做好了自己的一些仓位组合 等待A股市场慢慢从这个位置形成拉升 而这个过程大家其实不得不承认啊 每天你们都在变 如果大盘涨了 你们就感觉 对我一定要中长线吃股 如果大盘跌了 又会想 嗯 这个位置其实我不应该中长线吃股 其实不得不承认啊 你们自己好好看一看 它在这个位置是形成一个平台垫的底部啊 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指数的小波动 而形成最终结局大家的每天的变化 身为一个股评员 实话是说啊 我这里费力不讨好 其原因是什么呀 是想告诉你 如果这个位置你认为是高位 那么你马上退市 因为A股已经无药可救了 最后呢 也说说自己的想法 其实近段时间呢 巴德国评始终想要削减视频的时间 以及说整体的更新速度 但是呢 你们能看出啊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中午A股市场又形成了一些不测 但是你看到我依然还在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实话实说 当大盘真的长起来 可能你们永远忘记这个人了 但是当大盘有危险 甚至说现在这个位置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跟你们说的时候 是谁在每天同甘共苦 甚至接受你们每天的埋怨 还在去做 你们自己想想 不说了 大家都辛苦 过了这段时间 你们开心 我也开心 好了 新朋友记家关注啊 老朋友记点赞 咱们明天中午十二点啊 再来看一下整体 A股走向 分享 五瓶颈奖 布建不散 ah 谢谢大家